我是天下第一美人 但实在无脑 我入宫为妃 大臣弹劾我 陛下 他是红颜祸 我摘下面纱 看向大臣 大臣呆住了 他是红颜祸 祸 我乐个神言啊 臣提一封他为皇后 古人云相犹新生 娘娘能长成这样 人一定也不错的 柳妃老在我面前 整绿茶那死出 我看着不爽 一脚将他踹进水里 柳妃的哥哥柳少将军大怒 气势汹汹 提剑入宫 瞪着我 就是你踢我妹妹 我告诉你 你 我转身 少年将军顿时愣住 耳间泛红 声音都变加了 你 您若是喜欢踢人 踢 踢我也可以 其 楚两国争霸 齐国国君 齐慎输了一场战役 要向楚国尽献美人 我就是这个美人 我出发去楚国前 常乐郡主来送我 她凑到我耳边 你知道吗 去楚国当人质 九死一生 本来呢 要去楚国的人是我 但齐慎哥哥让你替了我 她得意地笑 如何 你千辛万苦 陪着齐慎哥哥当上国君 他却只爱我一个 自始至终 你都只是 齐慎哥哥的一条狗 我是天下第一美人 但实在无脑 她唧唧咕咕半天 我只听懂了最后一句 于是我娇羞地眼口 用粉拳捶她 够 谢谢 我确实喜欢这种推 常乐郡主顿时将住了 她气急败坏 差点失了礼仪 你你我我了半天 都没说出话来 最后拂袖而去 丞相带着文武百官 来城门口给我送行 她嘱咐我 您这次去 一定要勾引 楚国国君储肖 做尽妖妃姿态 明白吗 我点点头 如冷郁般的指尖 捏起一杯酒 喝了一口 开始给她展示 我的妖妃姿态 好喝到晃之忧之忧了 呀 人家打了一个小奶阁 丞相震撼哽咽 她没有责备我 反而红着脸开口 您实在抽象 但因为脸长得太美 所以抽象起来 反而别有一番风味 令人沉迷心醉 这何尝不是一种 狠心的妖妃 在文武百官的送碟下 我出发了 所有人都在城门口送我 只有国君其身没有来 她为什么没有来 难道是生气了 为什么她会生气呢 难道是因为我上次搅黄了宫宴 但我也不是故意的呀 那次宫宴 好多人呆呆看着我的脸 想对我献殷勤 我一直没理会 可谁知 我和身边的贵女交谈 我说我很喜欢小狗 这话恰好被礼部尚书听见了 于是 一把年纪的礼部尚书 冲到后厨 纵身一跃 用嘴叼住了红烧肉的碟子 里面的红绕肉汁 一点没洒 他欢欢喜喜地 跑回我身边 把红烧肉放在了我面前 双眼亮晶晶地看着我 撅着屁股左摇右摆 嘴里发出乌汪乌汪之声 讨要奖励 他这样 全宴会的人都知道 我喜欢狗了 然后他们就争相去后厨 用嘴叼盘子给我 然后挤来挤去地跪在我面前 汪汪狂叫 公宴就这样被毁掉了 其身一向高冷 却硬生生被气笑了 难道他现在还在生气吗 真够小气的 我把我的思考说给王嬷嬷 他摸了摸我的头 叶青姑娘 陛下让您代替 常乐郡主去楚国 不是因为生气 而是因为他爱 常乐郡主 舍不得郡主离开 于是用天下第一美人的您 代替常乐郡主 我也许听懂了 也许没有 只觉得心口有点痛 王嬷嬷握住我的手 您现在的任务 是想办法在楚国活下来 楚国国君处霄 年少成王 冷血轻狂 杀法果断 不爱美色 您一定要小心 处霄果然不爱美色 从来不宠幸后宫 我入宫三个月了 都没见过他 日子无聊 我便悄悄在宫里隐秘处养了鸡 平时没事就斗鸡 这天晚上 我从寝宫里悄悄溜出去喂鸡 却看到一个人浑身是血 晕倒在路边 我定睛一看 不由惊呼 这也太帅了 月光下他的侧颜染血 凌乱的黑发散在脸侧 眉眼锋锐灵力 轮廓的每一处转折 都利落精致 我吭哧吭哧扶起他 放到我的鸡窝旁 光是给他包扎伤口 就用尽了我毕生所学的知识 快天明时他才醒来 我凑上去 你醒了 他顿了顿 笑着看我 眼底却一片冰冷 我并不知道 他正反手握着剑 是姑娘救了我 是我 不过我不是姑娘 我是叶飞 他目光敏锐 很快发现了手里的 拿着的书册 他眯起眼睛 神情很是冰冷 纵使迟钝如我 也感觉到了几分危险的杀气 他读出了书册封面上的字 妖飞获国计划 这是何意 哎呀 说到这个我就来劲 我一屁股坐到他身边 打开书册 一只硕大的鸟映入眼帘 我得意洋洋 和他炫耀 这你就不懂了吧 这是本宫自己想出来的 当妖飞祸害楚国的计划 第一步呢 就是烤了这只鸟 为何 这只鸟呢 是楚国的吉祥鸟 我烤了这只吉祥鸟 楚国就不吉祥了 楚国不吉祥了 就会完蛋 而且 这个计划没那么简单 哦 这个计划 其实可以一箭双雕 因为本宫一直爱吃烤鸟 这样 本宫计获了国 又吃了烧烤 两全其美 你可明白 他看起来像是 受到了某种震撼 震 我明白了 我给他看 妖飞祸国计划的第二页 上面写了我 用来鼓励自己的口号 我大声诵读 诞生于 梦想做妖飞领袖 哟 哟哟 不知道为什么 他看向我的眼神中 杀气退去 甚至多了几分恋爱 还有几分关怀 他转身就要离开 我赶紧拉住他的衣摆 慌乱间差点摔倒 他一把扶住我 即使有伤在身 手臂依旧稳健而有力 我仰脸看着他 你以后还会来这里吗 他似笑非笑 低头看我 你很无聊 我点点头 这狗屁皇宫 真不是人呆的地方 我以后会常常在这里喂鸡 如果你明天能来 我就把我的鸡介绍给你 怎么样 他顿了顿 似乎想拒绝 但是下一秒 他的目光落在了自己的手腕上 那里缠着绷带 绷带被继成一个歪歪扭扭的蝴蝶结 他最后说了好 第二天 我让帅哥看我养胖的三只鸡 得意痒痒 从左到右 停驾一下 他面无表情开口 清蒸 红烧红闷 油炸 我吓得立刻护住鸡们 你小子油盐全尽是吧 这鸡不是用来吃的 我吹了个口哨 即兴高照 神武轰天暴龙大将军 一只鸡出裂 QQ&I&I好吃到咩扑鸡 一只鸡出裂 我大方帝拍了拍他 还有一只 你来取名 他眼角抽了抽 震 我不 好 我不 一只鸡出裂 我愉快地溜击 他懒散地躺在树下 侧脸俊美如神奇 长腿交叠 暴毙问我 你的计划如何了 当上腰飞了吗 我有点苦恼 其实还没有 一是因为鸟太难抓 二是因为楚霄还没和我上床 他呼吸一致 连表情都僵住了 似乎不敢相信 我就这样水灵灵地说出来了 我贴心地补充 是这样的 我看古代那些妖妃 都是要和国君上床的 如果国君储销不和我上床 那我就当不成妖妃 这怎么能行 不知为何 他从脖子红到耳间 闭嘴 不许说这种话 好吧 过了一会 他冷静下来 诞生问我 你为什么一定要当妖妃呢 其实在齐国的时候 我也问过丞相这个问题 丞相 为什么我要去楚国当妖妃呢 叶姑娘 因为这样的话 你就为齐国做了贡献 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 就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 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 丞相 我不懂 叶姑娘 因为这样的话 陛下会开心 丞相 我懂了 咱们啥时候出发 我回答帅哥 因为我当了妖妃 圣哥哥会开心 他挑起一边眉毛 圣哥哥 齐国国君齐慎 我点点头 开始给他讲我和齐慎的故事 第一次见到齐慎时 我七岁 正被人按在屠夫的案板上 那时是乱世 闹饥谎 人吃人很常见 滚水烧开的热气 扑到我脸上 屠夫的刀尖 在我身上比比画画 下一秒 一道银芒闪过 我身上的绳子断为几节 我抬头就看到了齐慎 他眉目冷立 瞳孔接近唇黑 看人时冷淡无比 很少带有情绪 他骑在高头大马上 白衣玉带 银龙暗袖 烈烈锋利 那时他还不是国君 而是最小的五皇子 最受宠爱 万千荣耀急于一身 数十人拥促着他 他如神明一般耀眼 我灰头土脸 脸滚带爬 拉住他垂下来的衣摆 哥哥 哥哥你带我走吧 我很勤快 我会为你做很多事 齐慎那年十岁 他冷淡地垂眸看我 你叫什么名字 我 草民名叫叶青 哪个青 我爹说我是赔钱货 所以是倾家荡产的青 不对 他语气有点不耐烦 我被吓坏了 呆呆看着他 他用白玉剑鞘点了点我的肩 语气是冷冷地嚣张 你爹是蠢猪 他说的不对 应该是倾国倾城的青 你给本王寄好了 我愣愣看着他 他真是天底下最好 最厉害 最帅气的人 那天 七岁的我下定了一生的决心 那就是我会一直追随齐慎 直到我死 从那以后 齐慎就一直将我带在身边 我十四岁这年 齐慎十七岁 当时的国君 促然离世 正是争夺皇位的时候 齐慎唯一的阻碍 是三皇子 三皇子是大 眼看齐慎就要落败 谋是为齐慎献祭 殿下 英雄难过美人观 叶姑娘容色天下无双 你若让他前去勾引三皇子 趁机下毒 胜算很大 齐慎没有说话 谋是皱眉 殿下 您养着叶姑娘这么多年 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 那日我对您说 此女长大后必是角色 您现在救她 以后 她就是您最好用的一把刀 您才会救她 养她 这么多年了 这把刀也该用了 谋是苦口婆心 殿下 您不为自己着想 也要为常乐郡主着想啊 她一直支持您夺敌 您若得不到皇位 三皇子登基 她的性命 可就保不住了 常乐郡主小时候救过齐慎 这么多年来 一直是齐慎的白月光 提到她 齐慎的神情都变得温柔 齐慎和谋士来找我的时候 侍女们正和我开玩笑 他们知道我喜欢齐慎 总爱和我打趣 阿清 现在外面这么乱 估计又要闹饥荒 如果真的闹饥荒 殿下没饭吃 你要怎么办 我毫不犹豫 殿下可以吃阿清 死言一出 所有人都愣住了 齐慎瞳孔微缩 僵硬地站在原地 谋士大喜 殿下 他经历过躺在案板上 被人吃的恐惧 竟还能为了您说这样的话 臣看 他对您绝对忠心 一定愿意为您勾引三皇子 齐慎沉默了很久很久 在开口 却不是回答谋事 而是警告侍女 他警告侍女 以后不许和我开这样的玩笑 而后便离开了 齐慎最终没有用那个计策 一个月过去 三皇子派兵围住 齐慎的府邸 他身负重伤 九死一生 我将他从死人堆里背了出来 我们开始逃亡 齐慎流亡 和不下失散 只有我跟在他身边 他伤得很重 整日昏迷 我去酒楼里捡剩菜 去街上乞讨 换一点吃的回来给他 有一次 连续三天我都没找到吃的 齐慎又发起了高烧 我闭上眼 拿起刀 割下腿上的一块肉 熬了肉汤 灌给昏迷的他 他喝完之后 慢慢好转 我们撑了一段时间 终于 齐慎的部下找到了他 齐慎带领旧部 杀回皇城 我也帮了好多忙呢 有一次 我在战场上摘下面纱 对面的副将呆呆看着我 我每到窒息 他忘了呼吸 然后就死了 最激烈的那一场战役 齐慎不让我去 我一板一眼地说 我小时候打过雪仗 也算浴雪奋战过 我可以上战场 我还没说完 营仗里的大家 就都笑得前仰后合 不过 最后 我还是混进了战场 然后替齐慎挡下了 直冲他心口的暗器 我好痛好痛 齐慎抱着我 他一向冷静 此时手却有点颤抖 阿清 你怎么会在这 我说 我担心你 就射手射脚地混进来了 小翠边哭边纠正我 小姐是捏手捏脚 可 这段太丢人 还是不讲了 总之 那天我们赢了 齐慎当上了国君 他当上国君后 第一件事就是将常乐郡主接进宫 准备封他为后 宫中上下都在准备常乐郡主的丰厚大典 很是热闹 常乐郡主来找我聊天 聊着聊着 他突然将手放在了燃烧的火烛上 他的手心顿时一片焦黑 肉都烤糊 我疑惑地看着他 你要自己烤自己吃 大馋丫头 真是饿了 他却尖叫起来 叶青姑娘 你这是做什么 他的侍女顿时冒出来 扶住了他 指着我的鼻尖 急得眼泪都流出来 叶姑娘 我们郡主自小体弱多病 就算你嫉妒他 也不能这样伤他呀 再赏花的将军夫人也赶来 这是怎么了 郡主没事吧 侍女急忙和他告状 夫人 叶姑娘竟然将 我家小姐的手摁在火烛上 将军夫人 义正言辞看我 叶姑娘 你放肆 你怎么能 我抬眼看他 我没有 将军夫人 呆呆看着我的脸 叶姑娘 言之有理 所言极是 我 我就知道你没有 退一万步讲 郡主难道就没有错吗 对了 叶姑娘 你性别卡得死不死 可喜欢百合 有时间可以去我府上做作 我 常乐 郡主的脸气成猪干色 连嘴唇都在颤抖 她的是女急得跳脚 不是 夫人 你 今日皇上和几个进尘 在后花园议事 听到动静 丞相来了后花园 为何再次喧哗 郡主顿时变脸 哭得梨花带雨 仿佛有人对她祖坟使用了一山铲 我正和叶姑娘说话 可她突然将我的手摁在火烛上 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 好疼 丞相皱起眉 叶姑娘 你也太无法无天了 胆敢以下犯上伤害郡主 我说 我没有 丞相说 可有证据 我说 没有证据 她转身 和我四目相对 既然没有证据 胡说 谁说没有证据的 叶姑娘这张脸 就是证据 丞相看着我 情绪激动 她长成这样 她能撒谎吗 天杀的我一看就知道 她是无辜的 郡主 你为何这样污蔑别人 郡主的脸扭曲了 狠狠瞪着我 气得咬紧牙关 好像马上就要去了 告状的侍女大为震撼 我得发 其身走来 身后跟着一众大臣 郡主不再说话 只低头泪流 我急忙辩解 我没有烧她 是她自己 把手放在火烛上 其身没有理我 她站在郡主面前 俯下身 检查了郡主的手 然后立刻传太医 我拉住她的衣角 真的不是我 其身冷冷甩开 我一个亮呛 差点摔成狗吃屎 要到后来 我才知道 在其身心里 蠢与坏 是一体两面 像我这种蠢人 坏一点 也很正常 她用龙袍的袖口 给郡主擦泪 我站在一旁 难堪又尴尬 大臣们和将军夫人 七嘴八舌 为我说话 她就是烧着完而已 叶姑娘一定是有苦衷的 我看此事另有隐情 将军夫人连连安慰我 叶姑娘 没事的 我和朋友聊天的时候 也经常不小心 把她的手点着 其身的眼神 很冷 看向所有 为我说话的人 再说一句 诸九族 所有人都安静下来 故事讲到这里 我有点想哭 帅哥懒洋洋地晒着太阳 声音很散漫 其慎和那个晦气郡主 他们在欺负你 我帮你杀了他们 怎么样 不行 为什么不行 他眼底有冰冷的笑影 你想想 我把刀架在郡主的脖子上 然后呢 你就居高临下 指高气昂问他 还烧不烧了 说 还烧不烧了 然后呢 郡主就一把鼻涕一把泪 对你磕头不烧了不烧了 我下见我下见 这你不得开心思 我去 这个场景确实很有诱惑力 但是 我想了想 还是摇摇头 虽然这币我是真想装 但是我还是不喜欢杀人 每次一杀人一打仗 我就没饭吃 那些老百姓也没饭吃 哦 那那个什么齐慎 你还喜欢他吗 我也问自己 我还喜欢他吗 那天 郡主受了惊 她自小体弱多病 这次病得格外重 便托侍女给齐慎写了封遗书 陛下 自那日后 臣女身体受惊 实在痛苦 恐命不久已 往陛下以大局为重 勿要挂怀 其慎用尽天下珍惜药材 网罗天下名医 为她治病 就连和楚国的战役 都没有上心 被楚潇轻易打败 打了败仗 按规矩 要献上珍宝和美人 本来 楚国要的美人 是齐慎最心爱的常乐郡主 但齐慎让使臣和楚国谈判 说我们有天下第一的美人叶青 愿意用他替代常乐郡主 我就这样被送走 离开齐国那天 我觉得心口很痛 再也不要喜欢齐慎了 我回过神来 看着帅哥 齐慎触碰到了我的逆连 我再也不喜欢他了 我还是比较喜欢你 我觉得你很帅气 他愣住了 红了耳尖 神 什么乱七八糟的话 吵死了 给本王安静 本王 原来你是楚潇啊 那好办了 走啊 我们去上床 今日腰飞 叶青 你和朕之前见过的女人都不一样 我娇羞得揉发烧 讨厌了 那不一样 他说 他们脑子都正常 楚潇很支持我的妖妃事业 我考了吉祥鸟 她也毫不在意 有御史弹劾我 陛下 叶妃娘娘是红颜火 我抬头看向那个御史 御史 红颜祸 祸 我乐个神颜啊 楚潇坐在龙椅上问他 爱卿 刚刚要说什么 御史拎起弹劾我的奏章 就吃了下去 陈提议册封叶妃娘娘为皇后 古人云向游新生 娘娘能长成这样 人一定也不错的 有陈子呆呆看着我的脸说 陈 陈复义 而且叶妃娘娘还会呼吸 就真的很加分诶 她还会走路 更哇塞耶 一旦显后 楚潇说 客观的 正确的 一针剑写的 就这样 我的丰厚大典 热热闹闹地开始筹备了 我其实有点担心 我问楚潇 但是我很笨 很笨的人 也可以当皇后吗 楚潇的神色 是少有的认真 她摸了摸我的头 阿清 这世界上聪明的人太多了 纯粹的人却很少 我听不懂 但感觉很是开心 我本来以为 我走了 齐盛会和常乐好好过日子 可这天 王嬷嬷急急赶来 告诉我 娘娘 齐盛陛下杀了常乐郡主 啊 王嬷嬷说 原来 常乐一直骗了齐盛 在齐盛小时候 救了她的人 并不是常乐郡主 而是我 我指着自己的鼻尖 我 我 瓦达西 王嬷嬷说 齐盛派人去查了 原来 在我四岁那年 遇到绑匪追杀齐盛 眼看他就要被抓住 我故意发出声音 引绑匪追我 救了他的命 我并不是一出生就傻 而是那一次 我为了引开绑匪 滚下山坡 磕了脑袋 至此吃傻 也失去了四岁前的记忆 常乐郡主躲在树后 目睹了这一幕 冒充我领了功劳 骗了齐盛十几年 齐盛大怒 下令将常乐郡主问斩 郡主崩溃大哭 为什么 齐盛哥哥 这么多年 你难道没有爱上我吗 你怎么忍心 齐盛不为所动 甚至继续审问他的侍女 侍女把郡主做过的错事 全说了出来 自然也包括那一件事 陛下 其实那一次 是郡主自己把手放在火烛上的 叶姑娘确实是被冤枉的 奴婢知错了 奴婢知错了 齐盛冷冷下令 全杀了 他闭上眼 做了一个决定 我怎么都没想到 齐盛竟然违反了停战协议 他带领齐国全部兵力 硬生生攻到了楚国城下 我冲上城楼 看向他时 被惊得站在原地 几乎动不了 他漂亮的眉骨上沾了血 更显得那张脸 有一种邪神般的俊美 他抬眼看我 眼中暗咽点燃 如被风烈烈吹动 阿清 之前是我认错了你 现在我来接你回家 我呆呆后退一步 身后响起楚霄的冷冷的声音 你要接我的皇后回家 这玩笑开得真够大 齐盛冷冷地笑了 楚霄 阿清并不喜欢你 你却这样将他困在身边 难道他会开心吗 楚霄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 笑得很开心 阿清不喜欢我 他最喜欢的就是我好不好 齐盛也笑了 语气笃定 既然这样 那就让阿清自己选 楚霄冷哼一声 算是同意 齐盛看向我 语气中有某种理所当然 阿清 过来 我们走 我愣愣看着他的脸 哪怕沾染血污和尘埃 他的脸也依旧金贵好看 但是现在 我看着这张脸 却不会脸红 也不会心跳了 我摇摇头 沈哥哥 我不喜欢你 我喜欢楚霄 我不能和你走 齐盛一动不动 如镜之般 很快 他眼底划过一丝无奈 醋眉开口 阿清 你是生气我误会你吗 我已经知道 郡主的手 不是你烧的 我已经杀了郡主 你别赌气了 好不好 酸色的委屈涌上我心口 我突然有点想哭 不是赌气 我刚来楚国的时候 宫里的人都在背后议论我 说我是狐狸精 是二手货 我听不懂 还和他们说谢谢 他们见了我都憋着笑 我天天提心吊胆 怕有人害我 让我从一个妖妃 变成一具妖妃 我每天都在想 你一定很快 就会来接我的 到时候呢 你就会说 阿清 你辛苦了 你是个很好 很用功的妖妃 嗯 笔记也记得很工整 走吧 我带你回家 我还给你配了登场音乐 So funny 其身代代看着我 但是你一直都没有来 再听到你的消息 是说你在十里长街 铺上绣了金线的红绸缎 迎娶长乐郡主 大家都说这是全其国最盛大的事 我躲在鸡窝里 抱着我的鸡窟 急兴高照 神武轰天暴龙大将军的羽毛 都没干过 说到这里 我哭得好伤心 这么多年 我一直很努力 为你做了很多 引开绑匪 割肉为你 帮你挡暗器 努力做妖妃 但你还是不喜欢我 我不聪明 想不出好的办法 其身一向冷静 此时的语气却很急切 像是要追回什么是去的东西 阿清 我现在喜欢你了 我带你回家 这次不同 我绝不负你 可是我已经不喜欢你了 我看向他 语气中带上了哀求 圣哥哥 你重新签下停战协议 然后就走吧 不要打仗了 就算你打赢了 楚潇死了 我也要陪他一起死的 他猛然抬头看我 我也摇摇看着他 圣哥哥 我们不要再见了 其身眼底好像有什么东西 在一寸寸崩塌 我看着他 你撤兵吧 求你了 其身看着我的脸 没有说话 一动不动 像是一尊雕像 他身后的士兵 不知道国军怎么了 于是也一动不敢动 天地间只有风声 楚潇小心地用龙袍袖口 给我擦泪 楚国的兵马 已经集结完毕 如果齐国要打 楚潇也会奉陪 但是我还是希望 其身能离开 不要打仗了 其身沉默了很久很久 他眼底静似有泪 手指微微颤抖 几乎握不住缰绳 最后 他深深看我一眼 终于回马转身 撤兵离开了 他走得很慢 不知道是不是我看错了 有好几次 他竟然差点绊到身边 将士的马腿 明明他身边有 千军万马相随 背影却还是显得孤独而落寞 王嬷嬷有感而发 哎 这人啊 失去了龙椅黄泉 可以再争 失去了万里江山 可以再打 唯有这争争的真心不同 谁若是把他弄丢了 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我也有感而发 我今天好像还没喂鸡 阿清 你喂鸡啊 喂朕干什么 陛下 我看妖妃都要这样 为国君吃葡萄的 问题不是喂葡萄 问题是你把甜的自己吃 坏得全为阵嘴里了 干什么 你不满意 包满意的 我处销誓死捍卫 叶青的妖妃事业 嘿嘿 守在门口的王嬷嬷 和小翠也笑了 正是春日天光好 番外 其甚 儿时我遭遇了一次绑架 我跑不过绑匪 准备闭上眼等死 但我没死 有一个小姑娘救了我 我只来得及回头 匆匆一瞥 没看清她的容貌 但她从此成了我心底的白月光 七岁的我下定决心 以后要给她一世荣华 保她一世安乐 我没想到 我一直以来都认错了人 原来那个人是阿清 不是常乐 我很生气 常乐喜欢污蔑阿清用火烧她 好啊 那我就让常乐受火刑而死 然后我集结兵马 举全国之力 骑袭楚国 一路厮杀准备接阿清回家 阿清肯定不会生我的气的 她是那么喜欢我 当时她不愿代替常乐去楚国 丞相只说了一句话 叶姑娘 你去了 陛下会高兴 她便立刻启程出发了 她就像绕着人 裤腿转的小猫 只要我愿意挥挥手 她肯定会回到我身边的 我拼命赶路 夜已继日 她看到我来接她 不知道会有多高兴 可是看到我 她却哭了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 求你撤兵吧 她身边那个楚霄 弯下腰 很温柔地为她擦泪 我愣愣看着 突然想起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 我当上国君后 论功行赏 阿清是第一 说来好笑 她女工 女德 师叔 秦义 军事倒数 唯独助我夺敌这件事上 竟拿了第一 她背着我 走出师山血海 用命助我问鼎江山 我问她想要什么 封号封地 财宝金银都可以 她想了想 说 圣哥哥 最近总是有人在背后 说我坏话 说我又笨又蠢 圣哥哥你 能不能去凶一凶他们 满朝文武都憋着笑 我脸色很黑 她把这么严肃的功劳 和皇家威严 看作儿戏吗 我冷冷开口 闭嘴 她立刻不说话了 今日论功行赏 她专门穿了粉底 绣金花的乳裙 早早就来了 骄傲地坐在上手 现在 她难堪地低下头 不敢看百官的脸 尴尬地憋着眼泪 像是做错事的孩子 就连鲜亮的乳裙 都变得灰败 我的心痛了一下 想要不要下潮了哄哄她 我又对自己说 没关系 一个傻子而已 根本不会记仇 就像我捡到她那天 我把她当成 夺敌路上的一把刀 她却觉得 我是天底下最好 最厉害 最帅气的人 第二件事是 后来她去楚国 我让属下打听 她在楚国过得如何 属下去问 楚国工人 宫里有一个 蠢笨美人 你可有她的消息 那位 楚国工人 一脸迷惑 宫里没有 蠢笨美人啊 楚王陛下把所有妃嫔都遣散了 只留下皇后娘娘 属下看了画像 发现皇后娘娘就是阿卿 那位楚国工人 很是生气 你有几个脑袋 敢说我们皇后娘娘蠢笨 全楚国谁不知道 皇后娘娘有大智慧 然后 那个工人举了一个例子 在宴会上 皇后娘娘和楚王聊天 皇后娘娘问 陛下 你最怕什么呀 楚王想了想 朕最怕的 是身死明灭 却心愿未了 阿卿你呢 蜈蚣 那种很大的蜈蚣 宴席上有人窃笑 觉得皇后娘娘呆傻 皇后娘娘难堪的 低下头去 像是做错事的孩子 楚王笑吟吟地牵起她的手说 阿卿 你的意思是 不必害怕无形之物 不必担忧飘渺未来 而只需要关心具体的实相 我们阿卿 真有大智慧 楚王扫了一眼窃笑的人 提高了声音 皇后聪慧机智 赏西域珠宝石箱 其玩石箱 流光纱 即背不食匹 封地三成 皇后娘娘顿时昂起头 眼睛亮亮的 揉着发烧笑 她悄悄捅了 捅楚王 原来我说的话 是这个意思啊 我一直以为我笨呢 对了 那个纱可好看了 我明天就让人 做成裙子 众人也恍然大悟 明白了皇后娘娘 看似简单的话语中 却蕴藏着世界的真理 宴席间顿时一片赞叹之声 原来这就是大智若鱼 皇后娘娘不但容颜无双 而且还有大智慧 对对 简单的话 却蕴含深刻的道理 刚刚取笑皇后的人 顿时臊得抬不起头 从此再也没有人说 皇后娘娘蠢笨 如果有人这么说 必会被反驳 皇后娘娘是有大智慧的 你自己悟不出 娘娘话中的真理 就要说娘娘蠢笨 我看你最蠢笨 是啊 要知道楚王陛下三岁作诗 七岁论策 是家喻户晓的天才 连楚王陛下这样的天才 都说皇后娘娘聪慧 那还有假 两件事对比 显得我是那么差劲 那天 阿清站在城楼上 说他不喜欢我 但喜欢楚霄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想这两件事 我在风里想了很久很久 然后听了阿清的话 策马回江 撤兵离开了 十年过去 其 楚两国和平共处 没有战火 一切都很平静 我的后宫一直是空的 之前 有很多大臣让我选秀 我也照做了 只是选秀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 圆区来 聪明的人很多 但纯粹的人却很少 以至于一个都选不出来 这些年 我总会反复做一个梦 梦里 我没有将阿清送去楚国 十直春日 我在批乐奏折 他笑嘻嘻地窜出来 我说 阿清 你怎么进来的 他说 我射手射脚混进来的 我说 是捏手捏脚 梦醒 有泪痕干在病角 我抬起手 俯上虚空中的那张脸 挤出一个笑 阿清 你辛苦了 你是个很好 很用功的妖妃 嗯 笔记也记得很工整 走吧 我带你回家 金玉殿堂 烛火昏黄 仪式死记